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所讲的经文是我最喜欢《以斯铁记》的段落 当国王晚上失眠 于是读历史书来帮助睡眠 这是第一个有趣的地方 历史书使人昏昏欲睡 对我这个研读历史的学者而言 实在是特别的幽默 再来国王发现他竟然对一个救他一命的人 一无所知也没有奖赏他 这是第二个有趣之处 代表这个朝廷中间的确是有气上瞒下的问题 于是国王召见他最倚重最信任的朝臣 商讨如何奖赏这个对国王有救命之恩的人 奇妙的是国王也没有点名他要奖赏的是哪一位 于是这位全臣以为自己又要得到好处了 就很努力的提高奖赏的额度 这是第三个有趣之处 也是最奇妙的转折之处 于是全臣哈曼被迫代表国王去奖赏他最讨厌 设计要杀害的人就是莫迪凯 从这一刻起莫迪凯开始拥有政治权利 整个以色列族群的命运之轮莫名转向 虽然历史故事不喜欢讨论如果 这个故事却让我们可以想象许多的如果 如果莫迪凯一早就受到奖赏 他也许就失去后来拯救以色列族群的机会 如果国王有奖明白他要奖赏的是莫迪凯 也许哈曼的应对会完全不一样 当然如果王后以色帖没有死就死罢的勇气与觉悟 后来的发展也可能完全不同 但是上帝却使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的每一个愿意 愿意没有得到奖赏 愿意牺牲生命 愿意放弃权利 然后在适当的时机成为改变的指点 当我们研读圣经看见精彩而且惊险的故事 也愿我们可以如此愿意 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故事一样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